003航母近况如何了?在下水后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为何说003航母将成为世界首艘搭载高能激光武器的航母? 中国的优势又在哪? 最近,互联网上流出的一张003航母的近照显示, 这艘在江南造船场中即将完工的航母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其箭手右侧搭起了一个新的弓棚, 并且,舰岛处在安装完桅杆之后也搭起脚手架。 很显然,003航母正在安装最后一条电磁弹射器以及舰岛上的雷达设备。 此前,美国媒体分析称,003航母最快将于2022年2月份下水, 从当前工期来看,也已经是大差不差了。 而在完成了主体建造后,下水之后,003航母还需要进行一些西装工作, 届时一些具体的细节同样会引起关注。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003航母将会是一艘超级航母,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航母建造水平, 已经达到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水平。 此外,作为一艘面向未来的航母, 003航母也会有一些传统航母没有的新变化, 这一点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李洁就表示, 中国发展航母是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已经进入中大型航母国家序列, 下一步会更多吸取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航母方面的先进经验, 固定翼舰载机的性能以及无人平台的应用会不断提高, 也会适当增加激光武器、新概念武器的应用, 提高现有防空导弹、速射炮等武器的配套使用, 将未来航母编队打造得更强。 李洁的话中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一是,中国下一代航母将会学习美国经验, 二是,新航母会增加激光武器等新型武器。 无独有偶,俄罗斯军事专家西夫科夫也认为, 中国正在借助新的航母平台向美国发出挑战, 中国制造如今实现的东西是为了承受住在其他领域受到美国的竞争, 比如美国正在为应对反舰导弹而研制舰载激光武器, 同样的,中国也在做该方面的努力。 中俄专家的话都表明一点, 那就是中美两国都在让激光武器登上下一代航母。 对于激光武器这个词,很多人并不陌生, 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到现代军事装备, 激光武器并不少见。 激光武器具有攻击速度高、时间短、精准度高、耗能少、成本低的特点, 与电磁轨道炮并称为未来武器发展的方向。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激光武器上下功夫。 就分类而言, 现代激光武器可分为激光制盲武器、激光战术武器与激光战术武器这三大类。 目前,在激光制盲武器与激光战术武器都有很好的发展。 不过,激光战略武器却一直止步不前, 而激光战略武器可应用于反卫星、反洲机导弹上。 目前主要问题就是在持续的能源供应上, 而航母所需要的正是激光战略武器。 它对航母有何作用呢? 就航母本身而言, 我们知道航母的主要进攻手段是甲板上的舰载机, 但是遇到抵近的军机与反舰导弹的时候, 航母自身如何自保成为整个航母战斗群生存的关键。 而在这一点上, 中国则一直尝试着进行改变。 在中国从乌克兰购入瓦良格号航母后, 就做出了一项巨大的改动, 包括飞行甲板两侧前后四个闲侧平台上布置的 四座六单元装SAN-9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被拆除, 从而为航母甲板预留更大的舰载机空间, 取而代之的便是三组红旗10舰空导弹和三组1130净防炮组成的防御体系。 有分析认为, 辽宁号航母火力仅相当于三艘排水量4000吨的054A护卫舰, 其主要防御手段还得依靠航母编队的驱护舰和航母上的舰载机。 但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远程隐身导弹以及低空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突破, 航空母舰在海上遇到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 这不仅是美国海军遇到的问题, 也会是中国海军遇到的问题。 因此,如何更有效率地提升航母防御手段, 成为了中美两国发展下一代航空母舰的方向, 而激光武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此外, 俄罗斯军事专家叶夫谢叶夫则认为, 中国在不断提高激光武器水平, 其潜在的打击目标还包括低轨道的卫星。 我们知道, 航母战斗群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 一旦进入战时状态, 需要调制静默模式, 在敌方雷达与火力网之外悄悄抵近, 随后发起出其不意的打击。 而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 像中美等大国都在积极打造天机侦察系统, 利用大量的卫星来掌握外海域的一举一动。 这也就意味着, 一艘航母战斗群在出击的时候, 其头顶很有可能就跟着几颗间谍卫星, 掌握航母战斗群的一举一动。 而未来战争中, 率先打掉对方卫星或使敌人致盲似乎成为一种共识。 而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同样被认为是针对卫星的有力武器。 当然, 003航母未来要搭载激光武器的话, 还得面临美国方面的竞争。 这方面, 美国似乎处于领先地位。 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海军在两栖船物运输舰波特兰号上测试了一款新型舰载激光武器, 其发射出来的红色激光, 将整个海面映射成深红色, 十分震撼。 另外就是美国在设计福特级航母的时候, 便要求航母拥有足够的空间与能量来按照激光武器。 美军认为, 福特号航母发展激光武器的优势在于, 其A1B核反应堆发电量是尼米兹核反应堆的三倍, 超过了100MW。 而高能激光武器首先要考虑的便是, 舰载电力系统足以负担其功率。 按照计划, 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便能搭载激光武器。 然而, 随着福特号入役后, 在海事中屡次出现电力过载的问题, 导致电磁弹射器与升降梯难以达成效率。 在可预见的时间里, 福特号航母都难以用上激光武器。 依照目前美国海军的改进方案, 有分析认为, 福特级航母可能很难在前两艘实现高能激光武器上舰, 至少要等到三号舰甚至是四号舰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而这样一来, 003航母就很有可能成为世界首艘搭载高能激光武器的航母。 相较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003航母其最大的优势便在于拥有更先进的电力系统。 由马尾民院士带领的团队研发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其能源使用率要高出美国的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十倍有余。 不仅使得003航母作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 也能用上电磁弹射器, 同样是即使搭载高能激光武器也不容易出现过载问题。 在功能系统取得相对优势的同时, 中国的激光武器发展其实也一直位于国际领先水平。 此前有报道称, 中国海军在渤海湾测试了带有激光装置的短距离沿海防空系统, 这个系统被安装在轮式拖车上进行测试。 据获悉, 这种激光系统通过三个发射器来实现功率加强, 使得总功率达到100千瓦。 而这种激光武器将来很可能被设计为舰载版本。 另外还有相关报道, 中国目前已经在实验室实现3000公里距离35K焦2破坏力的激光设备测试。 综合来说, 这已经是全世界破坏力最强的激光设备了。 只要有稳定的能源供应, 类似的武器完全可以作为战略激光武器, 并以人造卫星为打击目标。 一旦003航母率先用上了高能激光武器, 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整体攻防能力都将获得极大提升, 其意义并不亚于一款优秀的新型舰载机。 届时, 美国海军要在亚太挑战中国海军的时候, 就不得不多掂量掂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